自小客經過路口加速逃逸 留下募集民眾一臉驚慌 早上七點多騎車經過宮廟 竟然募集一場槍戰 我下車了 沒多久 沒開了 穿下就開了 穿下 喔喔喔 那天津一樣 槍戰地點在高雄子關區 募集民眾表示 廟前停了一輛自小客 三四位年輕人下車 手持長槍對著宮廟掃射 一名58歲的廟宮站在截堤上 左手臂和腹部中彈 連中兩槍送衣 現場一共發現十顆彈殼 讓人懷疑廟宮和對方 疑似有嫌隙糾紛 可是他們在截堤死吧 不然可能會出衣 對 都出衣 因為沒有說複雜 我也不能說這樣而已 嫌犯持槍狂掃 警方目前掉越路口監視器 以車追人 而旁邊一棟民宅慘遭波及 玻璃有明顯彈孔 突如其來的槍聲 讓住戶嚇壞 左手臂跟腹部受到槍傷 正鎖定兩部車輛 正在追查當中 警方目前鎖定兩車四人 而開槍嫌犯是遭人 叫唆開槍還是來尋仇 開槍動機 警方還要進一步釐清 警方配慘SNG小組 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